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的七世孙 却仅仅是个现场副手 他追求时尚 陪葬服饰代表了宋代丝绸艺术的最高成绩 堪称宋府之冠 G20杭州峰会各国夫人对这些服饰称赞不已 这些丝绸服饰为何能穿越八百多年的时光 暴存得如此很好 赵博云的先祖遭遇了什么变故 他的丝绸又将还原怎样一段真实的南宋历史 本期家事为您讲述 大宋皇族后宫的时尚风 2016年5月的一天 中国丝绸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紧张忙碌着 9月4日至9月5日 浙江杭州将承办20国集团领导人第11次峰会 这是中国主办的又一次空前的国际生会 而中国丝绸博物馆被正式列入G20峰会 运会杭州113个参观体验点之一 接待峰会众多的国家元首和国际组织熟 向来宾们展现多大今生的中国丝绸文化 为了体现浙江作为丝绸之府的悠久历史 G20杭州峰会要抽调一批丝绸服饰参展 中国丝绸博物馆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 那就是还缺少一件向贵宾做主要介绍的丝绸珍品 馆长赵峰苦思冥想 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这时他接到了一个电话 打来电话的是台州黄岩博物馆 请赵峰馆长去黄岩看一下 那里刚刚出土的一个南宋时期的棺木 里面有大量的丝绸服饰 听说的这个情况 赵峰馆长立即驱车前往 在黄岩博物馆新馆临时的音量长走 摆放着刚刚出土的成套服饰 这些丝绸服饰品准齐全 包括了衣 裤 袜 鞋 帽等大量的珍贵服饰 它们不仅历经了八百多年不服 而且色彩依然鲜亮如鲜 反映了南宋丝绸艺术的最高成就 除了丝绸服饰 还摆放着一块和田玉璧和金银剔透的水晶 每一件丝绸品 赵峰馆长都要进行四五厘米近距离的细致观察 在众多精美服饰中 他从黄岩博物馆戒掉了一件南宋焦礼莲花纹亮地纱袍 2016年9月5日 经过紧张的修复 南宋焦礼莲花纹亮地纱袍如其出展 G20杭州峰会外方代表团团长夫人 在参观四路弥商 中国丝绸服装展示 站在这件沙袍前著作了很久 他们对中国古老精湛的丝绸制作工艺称赞不已 中国丝绸博物馆里 馆藏了中国古代各个朝代的皇帝龙袍 官服和女子精美的服饰 那么这件沙袍既不是最早的丝绸 也未必算得上最精美华丽的服饰 中国丝绸博物馆为何要挑选这件服饰 来迎接G20杭州峰会的贵宾呢 原来这件距今八百年的 焦岭莲花纹亮地纱袍 是这次丝绸展品中最近出土 且非常完整的丝织衣物 南宋定都临安 所以这件出土自浙江的服饰 反映出的是南宋时期最高超的纺织技艺 堪称宋福之冠 那么这件八百年前的沙袍是怎么被发现的 它的主人又是谁 2016年5月2日下午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文广新局的工作人员 接到一个电话 来人自称是与投乡政府的工作人员 他们报告说 前郊村的一个村民正建造房子 挖土机挖到距离地面大概两三米的地方时 发现了一幅红色的棺材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羽头乡的前郊村 是当地的一个小山村 人口稀少 环境却十分的优美 这里背靠大山 旁边有水库一村而建 在当地人的眼里是一块风水宝地 因此这里埋葬了很多古墓 看这个棺材的样子应该也是一座古墓 有强烈文物保护意识的村民 立刻打电话给乡政府上报 接到电话后 文物专家火速赶到现场 小山村的人并不多 平时也很安静 然而文物考古专家的到来 以及村里发现了古墓的消息一出 整个小山村都炸开了锅 大家纷纷赶来 观看这座墓 村民们众说纷纭 有人说 这是一个公主的墓地 也有人说 这是上千年前 一个名门望族的墓 甚至还有人拿着家谱 过去认亲的 经过初步勘察 专家发现 古墓为夫妻合葬双血墓 右血墓已遭破坏 应该是早年被盗 而一墙之隔的左血墓 却保存得非常完好 经过文物专家进一步系列的勘探和了解后 墓穴神秘的面纱被一点点的揭开 考古专家在墓室里发现了一块墓志铭 墓志铭的时间显示是南宋的绍兴年间 距今八百多年 根据这块墓志铭上的内容 专家确定墓主人是赵伯云和他妻子李氏 赵伯云在南宋时期担任县城副首的职位 经过查访当地的县制 专家发现这个赵伯云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 他就是北宋开国皇帝赵匡印的七世孙 这一天 宋太祖赵匡印的七世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功劳呢 哎呀 哪里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很快发掘出一个完整的棺果 果是套在棺外面的外观 在古代 果除了有保护棺材的作用来 还是牧主人身份和等级的象征 而棺木外表的漆面光滑像新的一样 通过专家分析 古人用了一种名为修漆的工艺 在棺木上涂了大约十层漆 所以历经八百年不褪色 那么棺木里会有什么样的陪葬品呢 考虑到信场安保问题 以及没有冷柜等设备 考古人员决定连夜将棺木弃掉 运送到三十公里外的黄岩博物馆 再开关 就在大家准备起掉棺木的时候 浙江省的一个考古专家突然提出 不能急于起掉 他说江南地带降雨多 地下水位高 即使木壁外表固若金汤 谁也可能透过棺木的缝隙 试入到棺内 储存大量的地下水 棺内的文物历经八百年 已经十分脆弱 如果棺木里面有水 在运输过程中稍有颠簸 有机制文物将瞬间化为乌有 曾经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里 发掘出来的两千多年前的藕片 就因为打开以后 搬运过程中造成的震荡 化作一团浑水 轻刻消失不见了 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专家建议应该先用电钻 在棺木上钻孔 试着放水 听到专家这么一说 大家不以为然 因为棺木表面完好无损 天衣无缝 人们根本不相信内部会进水 而且已经是深夜时分 地处偏僻 凿开外观 再钻通内观 实施起来多有不便 于是在临时指挥所里 大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一部分人纷纷说棺木内不会有水 也没有必要钻孔 考古专家却一再坚持钻孔放水 否则运到现成 打开棺木都是一棺水 文物全都搅和在一起 谁也负不起责任 见考古专家如此执着 人们拿出电钻 在棺果的底部和两个侧壁上 各钻了一个小孔 果然通过钻孔 棺内的积水喷涌而出 不一会儿地上就湯满了水 事后证明这次钻孔放水 对于保护棺内的文物至关重要 第二天棺木被起掉后 班上的守护在旁边的塔车 为了把外面的租洽不受到破坏 我们在上面加了棉布 一方面避免太阳阳光的指数 一方面进行保释 有一段路也将近五公里的路 是个村里边的村道 又是一个沿着长江水铺 岸边走的一个村道 虽然能通车 路面的状况非常差 坑挖起伏比较多 起运出来你将近有十公里 你这么个路况 所以我们这个关阔 起掉上车以后 就是特别强调 让驾驶员要开得慢 要开得稳 所以这样子驾驶员也非常配合 所以就这么三十来公里的路 我们也整整开了三个多小时 棺木被安全运到黄岩博物馆后 考古人员又遇到了一个难题 他们围着棺木转了大约一个多小时 也没找到河口在哪里 原来这个棺木的棺盖和果身 以毛损结构扣合 沿丝合缝 棺木一旦合上 就很难找到河口 而找不到河口 用电锯直接打开 不仅修期棺木会遭到破坏 对棺内的文物也可能造成 不可逆转的毁坏 大家们来了以后 我们就制定一个开关的方案 当时像棺打开以后 里边是怎么个状况还是个谜 那么当时已经是 六月五 五月五号了 就是晚上准备开关 前期呢 因为开关的整个关是个 周期大关 通体是一个模样 到底这个关的 拐盖在什么位置 这个盖怎么打开 那天我们专家们 一边研究一边在现场 进行找这个缝隙 最后有人提到 在黄岩附近的陵海市 有一位考古专家 因为小时候 住他旁边的邻居 是做棺材的 所以对棺木的结构非常了解 因此 大家火速通知他来黄岩 帮助研究开关 经过仔细观察 他终于发现 棺木上有一条隐隐约约的黑线 然后 用刀片 小心翼翼的切割试探 最终 确定了棺木的河口 棺内的物体 经过八百多年 完全和外界隔离 腐化过程中 产生一定的胀气 而且 古人认为水银可以防腐 棺木中也可能有水银 这些都对人体有害 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毒气 专家决定 先敞开棺木 透气一碗 第二天 棺杆在众人的注目下 被一点点打开 当棺杆被打开之后 现场的考古人员都紧张起来 棺木中还有一些积水 最令人吃惊的是 墓主人身上的丝绸服饰 保存完好 丝绸是蛋白质 按理说 经历了八百多年 不会保存的如此完好 在场专家都十分激动 说这是考古界的一个奇迹 人们看到墓主人赵伯云 穿戴整齐 静静地躺在棺中 根据实际测量 赵伯云的身高为1.75米左右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棺木中还随葬有大量的四季衣裤 鞋旺等丝织品 由于环境发生突变 在水中浸泡了八百年的丝绸 长时间暴露 与外界空气接触 发生化学反应 会导致它们迅速遭袖 原本绚丽的色彩退进 柔和的丝光就变得僵硬 倘若不尽快抢救 发生遭袖反应的丝织品 会变得十分的脆弱 一触即碎 这个过程一旦发生 是不可逆转 为了保护这些脆弱的丝织品 专家们紧急研究文物的提取方案 由于棺木已开 丝绸服饰已经暴露在室外 时间越短 清洗速度越快 才能保证完好 一旦过夜 温度降低 这些丝绸衣服又会出现变化 因此清理工作 必须赶在一天内完成 考古人员随即展开 与时间散好的抢救性工作 按正常工作进行 清洗一件丝绸衣服 一位工作人员将耗时一天 抢救文物如同救火 经过十一个多小时的紧张工作 几位工作人员 竟然连续清洗了数十件死制品 这些珍贵文物得到了及时有效的应激保护 这个是他当年赵宝云露连虾葬的时候 穿在他遗体身上的衣服 那么这个当时也根据专家的意见 就是把这个骨骸 连动他这个露连虾葬的衣服 一起整体取出 这个放在这个一个低温柜里 就进行冷藏冷藏保护 这个你最后这个遗体 这个骨骸衣服呢 是运到了中国丝绸补博物馆 2016年6月28日 赵伯云尸身服饰 运抵中国丝绸博物馆 在思织品文物实验室 进行科学有序的接展 在湿度95%的实验室里 运行58小时消毒 通过三维扫描 CR扫描等步骤 获取尸身服饰的三维图像 由24台摄像机 组成的天眼实验室 全方位如死角的机构 考古人员从赵伯云关内 整理出赵伯云入练的成套服饰 这些丝绸服饰 包括了 衣 裤 袜 鞋 帽等 其中裤子有开裆裤 合裆裤 还有裙裤 衣的种类最为多样 有圆铃山 保存有完整的鞋子和长靴 这双杂宝纹螺鞋 后跟部位绣有一个小小的腕子纹 鞋子的长短大约相当于现在的38码 丝织品的成分主要为蛋白质 难以长时间保存 中国古代墓葬中的随葬的丝织品 绝大部分都在千百年的掩埋中化为尘土 那么赵伯云木出土的丝绸服饰 为什么能穿越八百年的时光 保存的如此完好呢 中国南宋时期 人们已经掌握了一些防腐技术 有许多墓葬都采取了密壁技术 赵伯云木的棺木内壁就磨有石灰和松香 再铺上一层厚约五厘米的木炭 这样密壁的效果就非常的好 墓主人入殓以后 棺内凡有空隙的地方都填满衣物 将棺木中的物品紧紧的包裹住 最后在棺木的顶部压上石板 从而确保棺内的物品与外界完全隔绝 隋葬的服饰因此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根据赵氏家族族谱记载 墓主人是北宋开国皇帝赵匡印的直系后人 开国皇帝的直系后人 一般不是皇帝就是贵为皇亲国戚 世袭的王爷身份 大唐皇帝李渊就是西凉开国君主李浩的七世尊 根据穆志明的记载 赵博云的职位仅仅是一个县长副手 属于从八品 算是个九品芝麻味 这是为什么呢 一切还得从宋朝历史上他先祖的一桩弥案说起 北宋太国皇帝赵光义 暴毙之后的第二天 他的弟弟赵光义继承了皇位 称宋太宗 可当时宋太祖还有两个儿子 四子赵德昭已经成年 也就是赵博云的六世祖 四子赵德方还年幼 按照历朝历代 嫡长子继位制度 应该由赵德昭继承皇位 怎么会轮到弟弟呢 一时间朝野议论纷纷 都说弟弟夺了哥哥的位 大辽的史官甚至公开记载 赵光义篡夺皇位 但是宋史里边对此事做了一个这样的解释 赵匡义的母亲杜太后临终之前 叫赵博入宫记录一命 据说当时宋太祖也在场 五儿 第三 companion 4 五个 一 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一次宋太宗欲驾亲征 夺取幽州 结果兵败失踪 侄子赵德昭差点登基成了皇帝 谁知宋太宗却完好无损地回来了 得知此事的赵光义勃然大怒 这让赵德昭惶恐不明 最终选择了自杀身亡 没多久 赵光义的弟弟赵廷美被吴谋反 贬到房中 之后经济暴毙 赵光义的四儿子赵德芳也莫名其妙地离起便士了 这样一来 所谓的金贵之盟就失去了效力 这是正史中的记载 民间却有另外一种说法 《香山野路》里边是这样记载当时的情形的 公元976年农历十月十九日晚上 都城开封 冷得很早 北风骤击 大雪飞扬 宋太祖赵光义 秘人吉兆弟弟赵光义入宫 赵光义入宫后 两人单独卓酒对应 商议国家大事 赵光义便告辞出来 第二天凌晨 皇宫里突然乱作一团 宋太祖假崩了 宋太祖赵光义常年征战沙场 怎么会喝了一顿酒之后就突然暴毙了呢 当时聚室外的宫女和宦官署 在主引晃度中 远远看到赵光义时而离奇 白手后退 像是躲避和解决声 这时 烛光或明或暗 宋太祖手持御府戳地 擦擦俯声 能够清晰地听见 在争执中 宫女还听到她大声喊 以好字为之 好字为之 在一阵凄厉的声音后 屋内一片四季 这就是历史上最有争议的谜案 辅生主义 而辅生主义的说法并非来自正式 尽管辅生主义迷雾重重 但是宋太祖暴死 五六年内两个儿子不迷不白地丧生 直到赵伯云的父亲赵紫英 在朝廷任职 宗正少卿 属于从武品官职 掌管皇族的普蝶事务 家事还算显赫 那么 这个大宋皇族后裔的墓 又为何出土在浙江台州地区呢 这还得从北宋朝廷 发生的一次重大变故说起 公元1126年的一天 东京城内宗正少卿赵紫英的家中 乱作一团 风尘仆仆赶回家中的赵紫英 饭都没有顾得什么事 急招家里的夫人丫鬟们前来训话 你们各自回屋收拾细软 务必在三个时辰之内整理妥当 老爷 出什么事了 干嘛收拾得这么匆忙 金人打来了 咱们赶紧各自回屋收拾家当 自画衣服 准备逃亡 家里新进府里的下人 每人领些散碎银两都散了吧 京城四壁守遇时李刚将军 不是已经击退京兵了吗 李将军已经被排挤到长沙去了 天要往我大宋啊 原来金人的军队已经攻陷了都城东京 在扣押了皇帝宋亲宗以后 又将更多的皇亲国戚宋朝重臣挟去了金营 大宋王朝就要亡了 作为皇室后裔的赵紫英 只能让家人带着金营细软逃亡 公元1138年 从北方南迁逃到杭州的南宋开国皇帝赵购 也就是宋高宗决定把杭州改成临安 定为南宋都城 宋高宗曾在台州逗留 因此他封台州府和当时的黄岩县 为南宋朝廷的府郡 黄岩自古就有东南小邹努之称 这里风景迷人 互产丰富 社会相对安定 赵紫英一家老小也夹杂在南迁的人群中 他们把家安在这里 赵紫英担任台州府黄岩县城一职 出生在黄岩的赵伯云就以这里为家乡 所以他的墓葬出现在黄岩 也属情理之中 在赵伯云关内 专家还发现了随葬有一块玉璧 这件玉璧是生元四年 也就是公元九四零年 南唐开古皇帝里面的祭天之物 也叫陶龙玉璧 是赵伯云生前的心爱之物 那么南唐皇帝的玉璧 怎么会出现在南宋赵伯云的墓中呢 原来两宋时期 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收藏的 当时的士大夫和高养人士 非常喜欢收藏剑上古玩 有一个专用名词叫伯伯 他们在休闲举办聚会时 往往都会陈列古董 大家一起上玩 而这种博古的画面 也是名门望族的日常生活场景 当时第一次出现了热闹的古玩市场 南唐皇帝的玉璧 在传世了近三百年后 作为古玩爱好 被墓主人赵伯云收藏 赵伯云生前肯定是非常爱好 喜欢这些古玩 所以把他的后背 应该也非常敬重他 也非常敬孝 就让把这些玉璧 也随着赵伯云一起去下葬 陪葬下去的 通过这些随葬的精美物品 专家认为 赵伯云生前的穿戴较为讲究 是一个爱美风雅的皇族后领 品味的追求 需要有足够的经济基础做保障 据记载 南宋时期国力衰弱 军事上节节败退 大量织紧丝绸用于像大金纳贡或贸易 丝绸服饰在古代的价格十分昂贵 可让人感到奇怪的是 赵伯云生前的职位 不过是一个宋朝县城的副首 也就是相当于现在副县长的职位 他怎么能够用得起 如此奢华的陪葬丝绸和玉器呢 公元1141年 南宋和大金签订了绍兴合议条约 南宋朝廷开始偏安一角 社会换来了短暂的安定 都市经济日趋繁荣 蒋吃穿图义乐的奢靡之风 不但在王孙贵族和士大夫的上层社会资马 而且也波及中下层市述 加上浙江一带的丝绸业和织布业的发达 士大夫都喜欢穿着舒适的丝绸服饰 南宋紫银开始大量制作蚕丝 浙江一带丝绸生产没有受到阻碍 而古代中国许多朝代的财政往往是皇族经济 南宋皇帝就依靠这些丝绸来赚取财政税收 汉唐时期 朝廷通过陆地上的丝绸之路 与其他国家做生意 但宋朝建立没多久 西北的党项人建立西夏之后 阻断了宋朝与中亚西亚的陆上贸易通道 不得已 宋朝的对外贸易转向了东南沿海 先后在现在的广州 泉州 宁波等十几个沿海地区 设立了士博司 专门管理海外贸易 就这样 朝廷竟然开辟出了繁荣的海上丝绸之路 公元1131年 福建陆提举士博司 带着刚手 求见宋高宗 皇上 外国船长蔡景芳 七年间从事进口货物 为朝廷尽力收入98万贯之多 请陛下对他进行封赏 专爱清觉的意下如何 请皇上定夺 那就派能干的官员 前去管理士博机构事务 鼓励外甥前来贸易 这样既可破利 又可减轻百姓负贸 皇上胜利 好 那今日 朕就封这个船长为 诚信了 从今以后 只要士博司的人能够为朝廷带来收入 一律都会受到奖赏 谢主隆恩 宋高宗采取的这些措施 促进了海外梦路 对朝廷的经济收入起了很大作用 繁荣的海上丝绸之路 带来了香料 珠宝等商品 这些商品先后被运到了叫娃子的地方 南宋时期 娃子又叫娃氏 是城市中娱乐和商品交易的集中场子 这里到处都是香料店 国外运来的香料 气味芬芳浓郁 南宋的达官贵人 以及平民百姓 都喜欢享受这种海外来的香料 用来制成香囊 挂在家中的围杖上 甚至会放在棺木中陪葬 赵伯云的墓中 就发现了一个大香盒 埋在衣服堆里 盒子虽然已经所换 里面的五六片沉香还在 旭博斯里香料等商品的税收 给南宋朝廷带来了可观的收入 我手里拿的是宋朝公平的复制件 这份公平不仅登记了全体船员的姓名 所有货物的名称 及船上的器具 还有货物的价格 它相当于现在的报官单 通过类似这样的资料 专家发现 与宋朝保持通商贸易的国家 多达五十多个 每年朝廷通过士博斯获得的税收 已经达到了两百万贯 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以上 这样的收入记录让南宋的经济一举超越了此前历代 在古代不仅空前还堪称绝后 明朝在财政收入上比宋朝差了整整一个数量级 清朝康前盛世时 状况稍好 但也不及宋朝财政收入的一半 而南宋的经济总量 在领土减少的情况下 反而超过了北宋 宋朝平民百姓的生活也要好于其他朝代 司马光曾经痛心疾首地说 适逢日下 连农夫走卒都穿丝制的鞋子 实在太奢秘了 在宋金休战期内 百姓得以休养 生产得以发展 商品得以流通 整个经济处于彭卓向上的形式 因此宋朝官员的奉度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最为优惠 一个副县长级别的月薪项 最高达到四百万 相当于现在的六点四万元人民币 是汉代的十倍 清淡的二到六倍 除正常奉度工资外 还有各种零罗绸缎 茶酒除料 马品及恩赏等福利 地方官则配有大量植田 宋朝低级公务员 生活水平也就是甜甜吃肉 所以南宋时期的大小官员 仅一美食生活奢华 因此 作为副县长的赵国云 有足够的经济实力 购买大量丝绸服饰 他的墓中几乎放置了当时最好的衣服料子 我们黄岩发掘测土的赵伯云墓的佛色 它这个丝制品的品种齐全 佛色的制品 丝制品的佛色的品种也比较多样 所以可以从这个方面来证明 我们当时的浙江是一个丝绸制造业 制造业非常发达的一个地区 所以从而从文物的方面去证明 这家当年就是师储制服 这么个美与的一个食物主尊吧 在南宋时期 黄岩县城的西门外 是当时的商业街区最繁华的地方 公元1196年 黄岩校友桥被大水冲毁 乡生们请求赵伯云出资 重修了一座桥 新建的桥命名为五栋桥 桥的规模是原来的十倍 大大改善了当地百姓的出行条件 据说衣着讲究的赵伯云 时常会站在桥头 遥望中原故乡 1216年 赵伯云病逝 后人把他与妻子合葬在现在的前郊村 而他墓中的这些丝绸服饰 为后人研究南宋的历史 文化以及科技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物证 为海上丝绸之落贸易提供了新的时政 也为大家还原了一个八百多年前 真实的南宋士大夫的日常生活 优优独播剂热量 其他全是柔和这样的一下子 和若薄格定山脚的时刻 אל优独播剂热量 旅游钧